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孔先生 為什麼你會認為 中國知識分子是造成一有全無的首要原因 知識分子問題是一有全無現象的首要因素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問題 不是說整個知識分子有問題 而是說知識分子問題 存在著很多不好的問題 那知識分子不好的問題 首先是普遍存在著 中共國的黨天下 黨文化的知識背景的問題 就是體目下的知識背景的問題 是改革派知識分子的問題 是赤金索席等知識群體的問題 所改良主義路線和建構一有全無的綱領 這是他們 這是因為他們知識上有缺陷 心理上有偏失 而這個知識缺陷和偏失 是中共國的黨天下 黨文化的常務 海內外自由派裡面 其實沒有多少純粹的自由主義者 實際上適用主義者多 機會主義者也不少 這樣子的層次是八九以來的 就改良主義 沒有被清算 反而被承定下來了 也就是說沒有升級啊 沒有脫胎換國升級 再加上西方國家在華內一出發 拒革命選改良 他們是支持改良 反對革命 威恐 再華利益 西方的再華利益受到損失 這個軍院 直到川普上來才 川普上來才得到改變 之前西方國家都這樣 他們立志當頭 這樣的形成了一個自由派 中國的自由主義 有沒有問題呢 剛才說了問題很大 他們都是出生於中共國 中共國的這個黨文化 黨天下的這個背景 他們有這樣的知識背景 有這樣的背景就會產生什麼呢 改良主義 就變成出現了改良主義 不能 他又在偶斷四年嗎 偶斷四年 對中共的合法性 好像否定 也好像不否定 這個 中維光 講得比較深比較遠 他在1990年寫了五篇 從東屋的變化 看大陸知識分子 另外他還有一篇大作 叫從追隨專職到逃避自由 副標題是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施 這是很罕見的一個批判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問題的大作 他說道 從文革到六四 中國民眾沒有徹底擺脫共產黨集權專制的歷史教訓 在共產黨的文化裡面產生不出真正有自由 人權民主的文化精神 如果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 人們在成長中能夠自然而然地吸取到這些人類社會的優良傳統 那麼五十年代後 在共產黨文化中 如果沒有經過痛苦的反叛 講的是痛苦的反叛 否定自己的痛苦反叛 就很難獲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 結果是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傳 這話呢 可能給這個八九之後三十年的失敗教訓打個註腳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改良主義自由派裡面很多知識分子 至少就目前而言 還在的這個自由派改良派的知識精英 他們的前輩或者甚至於比較年長的 他們自身比較年長的 本身就是參與習主 這個形成共共產黨的黨文化 黨天下的參與者 是各個中共各個文化領域 科技領域教育領域的代言人 領頭人 所以他們才享有很多的聲望 得到外界的更多的關注 轉而成為自由和工智的領導領軍人 是這樣一個 他們自身就因為轉了一個立場 轉了一個立場 他整個知識機構就會改變嗎 他舊遊的情感會改變嗎 不會那麼容易 很不容易 所以從八九之後三十年來看 不是不容易 有很大問題 我們說好講的 比如說李哲厚 留在服務這些人 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這裡就不點名了 我們腦子裡都有很多的社隊的思想 比如說有人提到 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史內 則是推進 中國完成後集權社會 向民主社會轉型 這個呢只有 黨文化 八十年來 八十年來的博士 大中國中共博士 中共國的博士 他們的確是 有這樣的知識機構 有這樣的情感 所以看問題就看不出來 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黨國家 是能夠 說是改良 改成民族化的 沒有這 第二個 第二個 根據陳孝龍的 陳孝龍先生的研究成果 中維光的 王天成先生的研究 王天成是屬於做經驗性研究 那最後的呢 最後的呢 不約阿同 也就是說 特別陳孝龍 也就很清楚 所謂的黨內民主派 到最後 都是改 都是說 你整個 民主轉型 不成功 你民主轉型了之後 也會不會 也不會成功 因為原因很簡單 他們舊有的知識機構 舊有的情感 舊有的利益 跟舊制度 舊時代的利益 不是藕斷思念 而且 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他們的地位 跟聲望 是由此而來的 所以說都不會成功 法面立正就在俄國 所以陳孝龍 對東歐對這個俄國模式 批判很準確 這個如果按照他們的想法 改良主義路線 中國遲早會 也會走向俄國那種路 你搞成了民主化 也是搞成最後 半掉子倒退的民主化 這樣一個 所謂知識分子問題是 一有全無現象的首要因素 是知識分子不好的問題 不是好的問題 是不好的問題 達南道夫 對共產主義 集權主義 分析 達南道夫 是自由主義思想的 一個代表人物 他說 集權主義 對共產主義 這個集權主義 不是說納粹主義 他說共產主義 這東西 他說反對 對近代自由人權的思想傳統 這是第一點 反對自由民主 第二點 反對任何傳統 任何文化傳統 所以說 周圍光說 無論共產黨如何 那共產黨給我們的基金 知識機構是甚麼呢 你可以反共產黨 最先是自由民主 但是他給你一個歷史觀是甚麼東西呢 無論共產黨如何 都比封建社會好 中華民國好 都比歷史上的一切時期進步 罪行不是共產黨固有的 是中國傳統遺留的 是傳統 罪得在傳統 不是 共產黨集權主義思想有問題 而是中國文化 這是反傳統 反傳統由來 這實際上是共產黨 共產黨一直長期的宣傳 中國文化不好 中國人不行 所以 要 這個 宇宙真理 用真理 馬列主義 來領導 要共產黨 來領導 你不好嘛 不行 才要他們來領導 這是他們長期灌輸的 同樣的 我們只是舉這麼一個例子 同樣的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民主派 改革派知識分子裡面 也能看到這些東西 也能看到 中國文化不好 如果如果不好 中國歷史傳統如果如果不好 那怎麼辦呢 那 西方自由民主為目的 那做不成怎麼辦呢 那先改良 還可以認同共產黨 我們看到現在有批人 他不是改革派知識分子 是民間的 民運工資裡面的 也有很多人 比如說要張寧 王清營 都是民運人士 但是他們反中國文化 否定批判中國人 他們這個思維的結構 跟這個中共的數字論的 思維結構很相似 而素白的就是你不行 中國文化壞 為什麼搞中國不行 中國不能搞民主 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好 中國人不行 這個思想 他們是憤世極屬 但是 為什麼有這些憤世極屬呢 這個知識極構 其實是中共淺移不化 從小學 從開始一直放到大學 不是都有這套東西 你必須要考試學習當中 都要接觸到這些東西 沒有傳統 你不能回到傳統 沒有傳統 沒有傳統你手上有什麼東西呢 就是白手起家 你哪來的力量 你怎麼發動群眾 號召群眾 群眾 或許也會受這套知識機構影響 但是群眾是認同強者的 是認同強者 認同聲望高的 威望高的 像歷史傳統的東西 你現在大陸 很多人是三十年前出來的 不知道大陸現在的變化 大陸傳統 重新復興 這個復興不是真復興 是一種曲折的復興 老百姓是認傳統 認權威的 認強者的 他不認你白手起家 不認你滿口英語 他是不認的 所以說你要找到傳統 找到巨人 要找到中國現代中華文明 而反傳統恰恰就是反 不僅反傳統 還也反現在中華文明 反歷史上的民族成就這些 原因很簡單 不懂歷史 為什麼不懂歷史 那是因為中共的 黨文化的 它的教育系統 產生出來的知識結構 你是被造出來的知識結構 是這樣一個 所以要擺脫 徹底擺脫 黨文化黨天下的知識結構 紅色基因 是思想中的基因 你人沒有任何紅色基因 但是思想上卻有紅色基因 這個 鍾薇維剛啊 其實還有一個更精闢的論斷 他說改革派 這是精英的前輩 習助共產黨 建立一道有心的政治牆 無形的文化牆 斬斷了中國 與現代中華文化 與歷史傳統的 徐脈相容 他們 阻斷了中國跟世界的聯繫 如果 他們 他們的前輩 或者他們這些知識精英的地位 權利 這個話語權 擁有的話語權 這些其實都是來自於 舊時代 紅色時代 如果真的 這句講的比較尖銳 如果真的中共如東歐共產黨一樣垮了 那他什麼人也不是了 什麼也不是了 這是為什麼這些改革派的知識分子 在辯護十年改革 胡召改革派和兩頭針的中共民主派 李勝之為他們辯護 非常激烈 很激烈 很堅決 而且在政治上更保守 原因在哪裡呢 這跟他們舊的知識機構 舊的他們的地位 為什麼成為知識精英 為什麼成為精英 這個來源 恰恰就是 黨文化 黨天下 一個體制 所以說他甚至更尖銳地說 一部分改革外知識分子 在落魄的時候會暫時混雜在民主運動中 但是 稍以得勢 他們就要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 用改良主義 不反共的改良 甚至不反共的改良主義 用欣欣色色的 各種各樣的觀點 來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 從鍾薇剛說到 六四之後跑到海外的改革外知識分子 這些人一部分 也相當一部分人認為 是徐映 徐昇不跟黨內改革派合作 導致徐映失敗 指責徐昇 認為他是失敗的原因 恰恰 認為他不夠改良 還不夠改良 這次其實是很違背 是個錯誤的 第二個 這些改革派政治精英 知識精英 在八九六四之後 那共產黨 逐步鞏固 強大起來了 那他們就開始妥協 譬如說 六四之後 復興新權威主義的 首推袁志明 袁志明先生 他說 中國經過新權威主義 和精英民主制的故度 最好的是緩慢的 可控制的 走向民主化 緩慢的可控制的 走向民主化 這個同樣的思維 所以在自由派裡面 又多 市場很大 不過是語言有所不同 以極權防止動亂 防止中央失控 這是袁志明 在寫的東西 2008年 袁志明 還主導與劉曉波一系的人 還包括其他的一些人 包括照 名字我就不點了 發表一個舊金山共事 作為跟同期的 08憲章的一個呼籲 這個共事 被一些基督徒認為是 與中共當局 政治合作的 來和諧的 所以被一些基督徒 明確地看作是 一個改良主義的場面 改良主義場面 譬如高約翰 李大威先生 都寫了相關等文章 和諧了中共 保利了基督 李大威寫了 我們這一代應有的共事 就反對舊金山共事 所以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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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知識分子問題 靈運工資裡面 始終存在 各個領域都存在 不光政治領域 不光政治領域 包括宗教啊 各方面 都會無所不在 而知識分子的問題 為什麼要 是這個 這麼重要呢 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 不成熟 不自覺 第二個 下層社會 下層社會 它遲早會起來 抗爭 經濟 危機 統治危機 下層社會 需要七兆會 起來抗爭 如果沒有知識分子 起到 領航者的作用 容易亂 大資產階級 它也不會 它只知道 行事到了 它才會 站出來 所以知識分子 當初的 西方 民主化 東歐 蘇吾 東歐 比他們還要重要的一個角色 是民主化的一個領航者 西方民主化實際上是貴族 先是貴族 壓迫王權 然後是資產業界 開始跟這個貴族王權爭奪 然後進一步比較民主化 變成中下社會 像上層 把這個上黨人的民主 變成了全民的民主 所以這個是一個 在英國很明顯 它就是這麼一個 眼鏡的過程 那 中國跟他們都不一樣 知識分子的角色非常重要 所以說 知識分子 是民主化一個首要問題 它是領航者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知識分子要脫胎換國 知識機構文化精神的根本改變 就是革命 在變之之前 知識分子要先要變人 人要被改變 所以說這個 中維光跟陳孝龍的觀點 特別是中維光 他說的這個知識機構文化精神的根本改變 就是革命 民運工資 必須先知先覺 擔當起顏色革命的領航者 沒有這個 民運工資 只是頭腦簡單 視之發達的 笨漢 還會繼續撕背下去 所以說 民運工資要脫胎換國 我就是講知識分子問題 主要是這個 謝謝 孔先生為什麼你認為 民國派反對一有全無 並主張全面社會轉型 因為民國派是革命派 革命派沒有牽掛 沒有跟舊制度 舊利益 既得利益集團 舊時代 沒有藕斷思念 所以說 他能夠繼承傳統 能夠繼承民主傳統 四六憲法 能夠成為他們的既往開來者 會成為 是中華 現代中華文化的復興者 民族國派 又沒有自由派那種 沒有傳統 沒有本土性的缺陷 沒有這個自由派這個洋化的傾向 只有改良派面對中共 要瞻前顧後求改革 沒有這些 所以說 民國派 當然 沒有這些 羈絆 事實上沒有羈絆 利益上沒有這些羈絆 從年齡上來講 年齡 年齡上來講 民國派 是八九以後的一代 不是八九的一代 八九的一代也有很多人 轉成民國派 像封崇德啊 我也是參加過八九的 但是他們是八九之後的 年齡大多數是四十歲以下 最年輕的 那時候大概 現在也快 快往五十跑了 他們是四十歲以下 他們是年輕 我像我這個年齡 已經被看成是老頭子了 像我聽說老頭子 這兩個看 已經是可能思想不成熟 或者是一個失敗者 這是一個很不同的一點 也就是說 八九是 中國人對這個中共 喪失了信心 對他的合法性 產生了折疑 六四屠殺 對他的合法性 老百姓已經動搖折疑了 後來的認同是因為 有利益 改革的紅利 所謂的經濟發展的紅利 使他們維繫住了 但是 並不代表他們認為 共產黨 真的有多合法 這是要打個大問號的 在這種氛圍之下 產生出來的民國派 跟這個 七九民運 八九民運 那兩代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是在網絡時代 而且生活在網絡時代 資訊發達 基礎的更多 又對這個共產主義破產了 這種思想基礎 所以說 相當徹底 在自首 比這個 相比亞人要徹底的多 所以 他們不僅要 政治經濟 做一個 自由化民主化 不是政治上民主化 經濟上的自由化 不光是如此 他是要文化社會 整個文明的全方位的 轉型 就是說 不光變字還要變人 還要變所有的 把整個文明的模式都要 改變 這是他們一個特點 那這個 怎麼改變 我說不可能白手起家 所以他們回到了現代 中華現代文明 現代中華文明就是民國時代的 他們繼承民國時代的傳統 民國的教育精神 知識分子精神 那個民主法頭 新漢革命 國民革命的那個革命精神 所以說他們吸取的東西 跟 以前的民運人工智人 是大不一樣的 跟舊時代的民運人工智人 是不一樣的 他們 從這個時代出發 獻取的是 中華 現代中華文明的好的東西 他們希望以此為基礎 重建中國 這個重建是成為文明的重建 就是積蓄上自己的祖輩 傳統 吸取西方文明 這個也是現代中華文明 現代中華文化 這個零四月法到四六縣法 是包含的精神 就是說 繼續傳統 融合上西方文明 把西方文明融合進來 重塑 未來的中國文明 這一點上 在這一點上 他們為什麼在思維邏輯上 跟這個 民國時代 積蓄上 是因為這個 這樣的一個 思維 這個 鋼領路線 思維邏輯上的 積蓄 否定 對否定中共國道文明 文明形態 重塑 這個未來的中國文明 從這一點上 他就必須成為民國派 你必須繼續是傳統 你必須在傳統 要獲得傳統的權威 站到巨人的肩上 因為才有可能 談得起來 建立未來的中國文明 才有談得起來 未來的文明大國的崛起 他們的眼界跟那個舊時代的不一樣 心氣也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 這些宗旨 在這個三民主義跟新魯教文化裡面 都有明確講得很親自 所以他們 都奉三民主義 新魯教文化 這是他們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 同樣的是因為 要重塑未來的中國文明 不光是民主化 現代化 還要建立一個文明的崛起 社會經濟 不夠 還有 社會文化 全方位的 價值觀的 所以他們 必然反對 自由派改良派的 亦有權無的綱領 只有自由民主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改良 就是路線的限制 你不能否定 中共的合法性 要不然你怎麼改良 也不可能 在這個社會文化 價值觀上講太多 因為很簡單啊 你是西方的支援 自由派的西方支援 西方支援 它沒有這麼多 讓你轉型的東西 很多有西方背景 譬如說 你講四所自由主義 它是有基督教精神來制衡 沒有基督教精神制衡 那個四所自由主義 會 成為洪水與猛獸 這是西方的一個重要的東西 你不能脫離西方的基督教大背景 在美國你如果不 在國溝你不唱上帝保佑 國溝你不講到上帝 在法庭上宣誓不講聖經 沒有不安聖經 那這整個就沒有了 這是它一個西方文明的特有的東西 中國沒有啊 所以你不可能說是學部 你學不可能學權 不可能學權 它是歷史傳統造就的 你學不權 只是學一偏了 一偏了就到中國來就成為弊端 所以說最大的弊端表現 就是在意有權無上 你就是盯著自由民主 其他東西你很難深入的去吸取 因為很簡單 它這東西西方這三個機構 科學 自由民主 宗教 它這三者的混 制衡 這三者的張力 存在著三者的張力 你不可能把這個張力 抽一部分出來 不可能的 所以說 這是他們一個思想頻繁 第二個呢 作為現在的 很多這個自由派的很多人 在現代學術體制之下 他都博士 博士設計上一點不博 是專事 很專 而且是小題大作的專 研究的領域都很狹小 你題目都寫的 博士論文 題目都很小 不能寫得很大 寫得很大 你教授馬上就把你這個題目 槍斃掉了 沒法寫大題目 你怎麼寫 而且現在的學術規範 所以這種知識 訓練出來的這些人 也不具備 模仿西方文明的能力 西方文明做多大一個題目 就是茫然摸像了 這茫然摸像怎麼可能呢 全面轉型的鋼領個路線呢 只能慢慢走向一有全無的自由民主 這是不夠的 陳曉農就在這個研究 東歐蘇俄的這個轉型 他就明確講到 最失敗的就是沒有社會轉型 沒有價值觀的轉型 沒有這個轉型 政治經濟的轉型也不會成功 所以說在這一點上 這個 基於傳統 基於這個 主位的民主成就 主位的民主傳統 繼承他們 能夠主張全面轉型的民國派 都跟這個 陳孝龍啊 崇維光啊 這些 研究大家 勃謀而合 勃謀而合 是吧 博越而同 民國派 他這個 海外民運創始人王炳章 他最先當海外最早講這個 最早的講歷史反思的是新浩年 那海外民運創始人王炳章 受新浩年影響 走上了主張民主革命 主張重建中華民國的道路 那王炳章之後 八九順領袖 風聰德 也比較早提倡三民主義 和紀四六憲法 來開中國未來 這點上 在大陸民國派更早講 更早 他的淵源更深 可以直訴到 這個民國三十八年 也就是四 四九年 因為這個大陸的淵源是非常深的 那大陸民國派更早 但是呢 海外 海外比較早的是風聰德 所以說 民國派 民國派 主張 國道統 文化道統 國統 法統 主張 這個既成三民主義四六憲法開來 宣揚民主革命精神和文化正統 他們跟這個自由派 在令史觀上 他們跟自由派 他們以一次一九一二年零四憲法為開端 一九四七年 四六年憲法 會繼續開來 這樣子 而那個自由派 高台百洋 而恰恰百洋派主張原際憲法法總 百洋派主張 軍法 地方各界 而那個 中華民國的主流 主張統一 跟民主憲法 所以這是 這是這個 國民黨跟這個百洋歷史上的一個 政治的差距 那最後成功的當然是這個民主法統 這一點上我們也看到這個所謂組裝聯邦主義的這些東西 那聯邦主義要有國情 要有歷史傳統 你要先有邦成聯邦啊 你沒有邦哪來的聯邦 所以這些人我實在搞不懂 這個 怎麼一個邏輯形成的 美國十三個州 實際上不是州 是三個 十三個邦 華盛頓是總司令 但是各個邦的部隊 他聽各個邦的 那個邦下達命令 他首先聽邦的 並不聽總司令 這是美國聯邦的由來 只有各個邦 他的民法刑法都不一樣 各個邦 現在五十個州 各個民法刑法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 這是一個 這個 聯邦主義這種說法是非常 荒謬的 也是一種就是西化的史 西化史 這是不可能的做的 怎麼弄 先有邦才有聯邦啊 沒有邦哪來的聯邦 所以說 從這一點讓你看出 這個民國派的 他是基於本土性 本土性 傳統 不是白手起家 他是傳統 基於傳統 基於傳統的思維 基於傳統的思想資源 基於傳統的文明資源 他例如說文明體之類 還不是跳出文明體之外 也發訴訟意見 這是不同的一點 某種程度上 民國派的思想 思想工作者 多有保守性的應用 都是保守性的應用 保守性什麼地方 你要有傳統 有本有緣 不是說 胡說一通 或是說拿那個洋理論 講一通 這是不行的 這是沒辦法建 未來的中華文明 這是沒辦法建的未來中華文明 未來的中華文明是本沒辦法建的 可能是你這個楊博士 或是說這個粉絲基礎者 民運工資裡面太多了 不是靠洋化跟胡化來建立的 所以說他們是一個某種 從這個角度上 的確他們是有保守性裡面 保守性裡面 最近是八九之後的 出生的人 八九之後出生的 那一代人 他們的知識機構 他們在商業社會裡面經過歷練 不是說是天馬行空 也有新的知識機構 又寄出更多的西方文明 中共的黨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力更弱 所以他們是跟以前的八九民運一代 七九民運一代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說 對他們而言 這個 三民主義 開國建國的歷史大傳統 中華民國的歷國精神文化的大傳統 人與道德的價值體系 良善的民國時代的良善的社會理所 不光是民國時代還更早的 中國古代的教育傳統 知識分子精神 公民社會傳統 民國時代甚至台灣的公民社會傳統 對他們來說 都是 構建未來中華文明的資源 積息 他們要建立的就是 優質的民權主義 優質的民主 制度安排上 要吸取台灣的經驗教訓 吸取台灣的經驗教訓 要防止民粹主義 要建立很乾的選舉制度和文化 清除精權結合 妒結權貴資本的侵蝕等等 這是在未來的建構 這是未來中國的建構 要完善五權憲法 要民生主義徹底清除 紅色權貴的資本 建立人民的自由經濟 建立國家支持的產業升級 實現這個經濟上的責 責的經濟大國的 而不是說數量上的 品質上的 這個經濟大國的崛起 文明大國的崛起 要實現分配正義 推動民生福利 照顧中下階層 這就是民生主義徹底 所以他們在未來中國的目標上 要比這個 自由派改良派要豐富得多 而且是有本有緣 是文明體內成長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理念觀點 是祖先前輩就有的 他們是既往開來 是這樣的一個 是有本有緣 那這個在民主化過程當中 他們當然要注重保強中國 要克服分離主義 要克服經濟衰亂 要克服這個大國 這個 之間的 競爭啊 以及對民主化的這個壁 就是說大國之間 插手中國民主化 可能帶來的壁 支持中國民主化 這樣的大國我們支持 但是他們有他們利益盤算 這是他們都要考 都是在歷史經驗中找到的 我們祖輩吃過敗仗 吃過 那這個前段時間 李偉東先生寫了一個 總結歷史教訓 其實他不了解歷史 也不知史學 中國就是民主化現代化 民國時代民主化現代化 為什麼中斷 為什麼拜從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大陸失敗 很簡單 比亞大條約 規定了俄國佔領東北 出兵東北 按照美俄其他的 西方的條約 凡是俄國佔領地 就是俄國的勢力區 無論他怎麼搞 美國英國都不做動作 不做為 同樣的 凡是英美 美國的非俄國佔領區的 美國佔領區 英國法國的佔領區 俄國不做為 相反還要叫當地的 逼當地的共產黨放下武器 逼激進分子放下武器 這是大國間的末期 就是說 一句話很簡單 就是說 東北是俄國的勢力範圍 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復東北 必須要跟俄國人合作 如果不合作 那麼 俄國人就會支持中共全面叛亂 美國人不會 無論如何不可能支持 中國 因為很簡單 你侵犯了俄國的勢力範圍 所以美國人不會支持你 相反還會阻礙你 完完全全斷居任何資源 八年抗戰 國內已經打空了 大富變成小富 小富變成測平 流民遍地 你哪來的財力 物力能力 支撐這場戰爭 你對手 是俄國人支持 在東北 有數十萬 有關東軍的技術官員 技術人員 數十萬的技術人員 像砲兵啊什麼 有大量的美制武器 美國給俄國人 打德國人的武器 所以你武器裝備 遠遠超過 共軍 超過國軍 比如 東北一戰軍他有一個炮重 炮兵特種重隊 炮兵炮重 他一個重隊相當於一個軍 炮兵軍 國軍沒有一個炮兵師 連師的炮兵師都沒有 最高的就是炮兵團 你想想看這個武器差距有多大 同樣 在呂大 北查安 通過蘇聯商船運到山東 大量的武器 日本關東軍的那個炮兵技術人員 醫護人員 所以說 舉辦會戰的時候 說 共軍有一個特種重隊 也是炮兵為主 就是炮兵軍 而舉辦會戰的時候 國軍沒有一個炮兵師 他有三千門大炮 彈也要提拳 而國軍沒有這麼多大炮 彈也要匱乏 為什麼 美國的禁運 戰爭的天平 必然而然會導致 中國政府的失敗 它是戰爭 它是血腥土感 是由大炮 是由武器彈藥 構成的勝負 都是什麼明星 所以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教訓 當那個所謂三大戰役的時候 還有柏林 那個蘇聯跟俄國一個科伯格中將 在回憶錄裡面披露 就是蘇聯崩潰之後 他就披露柏林 封鎖柏林 是大林定出的 跟毛澤東定出的東西 就是說 三大戰役 要開展戰略反攻 必須把美國 英國西方的力量 牽制在歐洲 不然讓他們支持 中國政府 怎麼做 這樣美國整個戰略都會改變 大量的軍隊 武器 英國 全部盯在柏林 救援柏林 在西 西歐建立 抵抗俄國的軍事基地 整個軍事改變 這時候 這個機構也保證了 共軍的三大戰役的展開 所以說 中國國力太弱 沒有能力對抗俄國 沒有能力對抗俄國的代理人 但是 未來民主化 中國民主化進程當中 會不會遇到這些情況呢 是另一種情況 因為中國的舉起 的確是對西方大國 特別是美國 是一種威脅 至少在他們眼裡 是這樣的 所以說 我們對民國派 對未來民主化競爭中 出現的風險 大國之間的風險 大國競爭之間的風險 有充分的意識 充分的意識 不是幻象者 一句話 要中華文明 文明大國 要重塑 繼承傳統 建立中華 現代中華 未來的中華文明 保強中國 這是必然的目標 所以相關的議題跟 可能出現的風險成分 都會拉入他們的思考 這是跟自由派 感娘派不同的 的確 這批 八九之後的一代人 可能 比我們的思想更活躍 更全面 所以說 這個 民國派 有人說民國派 如果 如果得成了 就會血流成河 會報復 這一點上 是他們 不了解現代中華文明 不了解民國派的祖宗 也是他們的祖宗 我們以民國派 民國派 他是以民國經驗為榜樣 他們就是 自由派的改良派 不管哪個派 是中國人 他們的祖輩 祖輩 中華民國 在新漢革命 在新漢革命後 寬恕 依舊重於滿清的勢力 國民革命 百發成功後 寬恕 北洋軍閥 沒有虛流成功 沒有一個北洋軍閥被追殺 沒有一個滿清貴族 放下武器 還會被追殺 沒有 抗戰勝利後 寬恕日本訓練者 這是未來的國際觀 也就是說 不能 將 國父 跟蔣公 都意識到 大 這個亞洲 亞洲主義 不能 完全打擊日本 讓日本 導向西方 他們是這麼一個佔領目的 希望成立一個文明的亞洲 而不是說西方強權主義建立 這個建立的 亞洲秩序 當時的西方文明 也遠遠達不到現在的文明程度 他們在國際間並不是說 推行自由民主啊 人權之上啊 不是這麼回事 他沒有達到這麼高的程度 所以他們也是針對當時的西方文明的程度 有外交程度 國際秩序上的程度 所以說 民國派 他繼承文化道理 當然要有人意道德的目的 當然要有 在繼承民國的經驗 當然要 寬恕 天下一家走向未來 所以未來 中國民主化之後 只有招式正義 招式罪責的轉型正義 但不會出現報復 更不可能出現血流成 這是祖輩的經驗 祖輩的民主革命經驗 沒有人可以違背的 這是我們 不是我們有多 民國派有多偉大 而是他們站到巨人的肩上 他們並不偉大 但是站在巨人肩上 的確顯得很高大 這是民國派的一個 所以說不需要 懷疑民國派會血流成活 或者國家陷入紛亂 不可能 他們是依據歷史經驗 有歷史經驗 站在巨人肩上 但是民國派 跟這個自由派改良派的 沒有敵人的這種改良主義路線 有天狼之旅 當專制統治者還在的時候 沒有敵人是荒謬的 集數專制之後 可以施行寬恕 分化、暖化敵人 使大多數國人 成為一家人走向未來 所以說這是跟沒有敵人 無敵只有天狼之別的 專制者統治者還在 你就不是沒有敵人 你是有敵人 但是專制統治基數了 基數專制專制了 那你可以說寬恕 我們做一家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 轉型正義上的很大的差異 所以說 這個民國派 是完全反對 是完全反對 一有全無的 一有全無的 沒有這些轉型正義 沒有這些 沒有未來的 應對這個國際間競爭的風險 成本 沒有這些應對這些東西的 這種意識 都很單純 西方支持我 這個中國民主化 那個就應該肯定民主化 這有點像這個 伊里青時代 西方 我們俄國在走向民主化 所以西方要支持我 到最後呢 搞起來 風雨飄搖 普京出現了 最後反而出現了普京 我們也不會做出 對這個共產黨 血債累累 那是罪責 必須招死 但不會追殺 不會追殺 驅逐大陸 那滿清統治基數了 沒有對滿清貴族 施行寬恕 沒有人被追殺 百洋軍閥 殺多少革命黨人 那 百洋軍閥失敗了 時間統一了 也沒有追殺百洋軍閥 更沒有追殺這個 中下級搞政反 什麼東西 從來沒有 這個是共產黨的意思 共產黨的意思 好 謝謝我撿了任務